好那吃完晚餐之後呢 最後我們來商店這邊買一些伴手禮 逛人家超市 對看買伴手禮跟買一些吃的 我在網路上看到大家說這個 Phaser這個牌子是這邊 分滿這邊有名的 很多都是 可能有人推薦這個Dashar巧克力 它也是Phaser的嗎? 那你要買這個嗎? 好 好 粉紅色還是這個白色 大概都是這個 你看這邊還有這種小包裝的 自己吃的買的 然後它這邊還有賣這種Protein 這個我們之前在飯店的時候 他們有給我們喝這個 喝了還蠻好喝的 這個是我們兩個人在開車旅行的時候 很喜歡買這個一包在車上吃 小麵包 很好吃的 我找到我要喝的東西 這裡都有這種BCAA的飲料 想喝喝看 然後我們現在在這個K Supermarket 看到了它這一盒 4.29耶 跟剛剛那個超市差的 一塊多 對一塊多耶 這K Supermarket在這邊呢 非常多間 而且很大間 我看到你想要吃的東西了 你往後面看 好 倒錯一口氣 謝謝你好 買啊 如果說我不讓你買 我就不會告訴你 我可以買包嗎 你會買吧 然後來芬蘭還有很多人會買 魯魯米的周邊商品 因為在芬蘭是魯魯米的故鄉 然後就是會有很多地方賣一些 像是杯子啊 芬蘭設計的杯子 或者是茶包啊 然後還有一些零食啊 碗盤之類的 早安 早 然後我們今天是在北歐旅行的最後一天 還是免不過清雪 對 終於 最後一天清雪 這個東西是租車子的時候呢 比較缺略 非常必要的東西 對 它通通都會附啊 然後還有這裡的輪胎都是雪胎 都是有釘子的 然後我們今天最後一天在這邊了 所以我們會去 再去一次聖誕老人村 然後再去逛一次那邊的紀念品 跟還有跟聖誕老人說拜拜 還有會去一些超市買一些紀念品這樣子 晚上就一樣會搭北極特快車的臥鋪火車回到 二星期一 然後我等一下要去吃最北邊的麥當勞 喔對對對 聽說那邊有明鏡片可以買 你看回去我就是去當那個冰店的員工 哈哈哈哈 刷冰師 不是真的刷冰是炒冰店 對 炒冰店 這個有沒出門就是這麼多雪 啊 追滿滿的 好那我們今天呢要來這個Post Office 我們昨天沒有來的地方來這邊看一下 據說會有很多各個國家小朋友寫給聖誕老人的信喔 我看他這個外面就超可愛了吧 嗯 好像是有吃的外面 哈囉 你看他從這個路口就有很多 很多小朋友 很多人寫給聖誕老人的信 你看這裡有一個很特別的磁鐵 聖誕老人遊局的磁鐵耶 可愛齁 你要買嗎 有 我昨天已經買了一個磁鐵了啦 他在Post Office的 Post Card的種類比較多 然後他這裡的郵票啊 還會有聖誕老人的郵戳 那邊有寫新的地方 喔那邊是寫卡片 連寫卡片的地方都被裝飾了 真的耶 有多可愛一點 這裡就是有各國的人會寫卡片給聖誕老人 然後小金營就會在這裡分裝號 分好各國的 我看到JAPAN了 我看到JAPAN了 你現在到鈴鐺了嗎 聽不到 你就是不像中間的蛋老人 可以聽到 我們今天就想說趁白天天亮的時候呢 再來逛一次 這個人呢 說他要把每一間店都逛遍了 只會來這一次而已 嗯 可以唷 然後他這裡的店啊 都會買很多鹿角跟鹿皮 你有沒有發現這裡的店啊 他 雖然可能賣東西是一樣 但是他也有一些不一樣 像是那個Post Card 都不一樣 然後磁鐵也都是不一樣的 而且他們這裡也有很多這個墓碑 這感覺很適合拿來喝熱紅酒 對 對 就是芬蘭這裡 對 所以我覺得來這裡 可能看到一個東西喜歡 先不用幾個買 先去逛一下其他間之後 一圈 對 不然就像他 每一間的磁鐵都想要買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這個觸感 跟小狗尾巴一樣耶 好可怕 QB QB 然後他們這邊也是會有 賣一些薩米人的傳統服裝 有點像民族風這種的 原住民風格的服裝 要去看一下聖誕老人 聖誕老人的家 外面呢 有一個Official的Logo 然後外面有一條背景圈的線 然後在這個廣場上面 還有一個雪人 你覺得今天聖誕老人 跟昨天是同一個嗎 應該是同一個吧 有心都是同一個 因為我不會他們坐姨修儀啊 因為他們坐姨修儀啊 因為他們坐姨修儀 太累了 你說是坐在那邊 跟大家聊天嗎 小笑這樣 我們要走過去的路上 都是他要遇送的禮物 编程都差不多 你不該怎麼走 是真的咧 就 Cambod 身體不出 有分之音 你看看就沒有 他真的嗎 他是真人咧 有分之音 雖然就是 那是真人咧 去看聖誕老人 然後今天就有照片 沒人搶 然後聖誕老人先拍照就是在那邊 今天太多人了 然後我們就不進去再看一次聖誕老人了 因為我也不知道今天要跟他聊什麼 天啊 昨天已經跟他聊完 然後他問我今年有沒有過來 我說有 然後他就說 那See you next Christmas 然後他想說 喔那我今天要來 那是怎樣 哈哈哈哈 只有這一棟的是從office寄出去的 然後如果在這個Reach 他就是 也是會official的 對 對原廠logo 像猪肉認證表彰 和歌猪肉表彰 然後這就是這邊的地圖 Santa Village這邊的地圖 然後我們就是從羅瓦涅尼這邊開過來 然後我們會把 先把車子停在這邊附近 然後他這裡就有一個先是Mid Center的地方 然後再走進來這裡 然後這個26號就是Santa Cross的office 對 大家都在去這邊排隊拍照的地方 嗯 然後他這邊也是有一個Santa可以拍照 他這邊的人就是比較少一點 都是芬蘭認證的Santa 他這裡就有一些住的地方 就是像這個 極光屋啊 之類的 他的外圍都是有一些住宿的 然後巡路農場就在這裡 然後這邊是玩雪地機車之類的東西 給小朋友玩的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動物園 極地動物園 然後要吃鮭魚的地方在這邊 我們現在在這個mall這邊休息一下 然後我們點了兩個甜點來吃 因為在北歐這邊啦 很多人有推薦吃肉桂捲 還有這個藍莓派 在芬蘭這邊的藍莓很有名 所以很多人會推薦吃藍莓派 所以就想說都沒有吃到甜點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藍莓派 嗯乾乾的 藍莓的味道是蠻香的 當然要加旁邊這個cream 好我們現在來到這間麥當勞 就是全世界最北部的麥當勞 然後之前最北部的麥當勞 是在俄羅斯 可是在烏爾戰爭的時候 麥當勞已經沒有在俄羅斯那邊住點了 所以現在這一間就是最北部的麥當勞 我們北歐旅行的最後一個行程 對 走唄 買麥當勞 它是明信片啊 就在這裡 然後可以自己買 很酷耶 你有沒有覺得 很酷啊 就是 回到了我們兩個禮拜前 來到這邊 然後什麼都很陌生 然後都很害怕 對 然後又滿地的雪 然後又很緊張說 怎麼辦 開車會不會打滑 對 然後現在開了兩個禮拜 也很熟悉了 嗯 覺得平安 對 我們的火車 對啊 要回去了 對 來 來 巡鹿肉漢堡 試試看 覺得怎麼樣 好乾喔 哈哈 什麼 不知道啊 騙我 你才不會剪熟肉 不然你這個就吃不完了 對不對 而且它根本有加生菜 好 也沒有番茄 長相是蠻好看的 好 那我們現在再搭回赫爾辛基的火車上面 那這次這趟旅程呢 我們花的是四天的時間 從羅瓦涅米出發 然後我們一路開到了羅浦頓 Island 再去阿比斯庫 然後再回到了芬蘭 完成了這樣子一圈 那我自己是覺得 我們在安排這趟旅程的時候 真的是還蠻困難的一件事情 就是網路上的資料也比較沒有那麼多 我到現在我也是覺得說 欸 有我們這趟旅程 並不是那麼的完美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做修改的地方 這樣子 那你覺得我們這趟旅行 你最喜歡嗎 我就一開始從大北極特塊車 搭到羅瓦涅米啊 然後在租車開到羅浦頓 Island 都非常的興奮 都很好玩 然後到羅浦頓 Island也超級漂亮的 那我們在那裡待了三個晚上 然後住不一樣的地方 也是不同感覺的地方 我覺得超棒的 那三個地方的住宿都不一樣 就有不同的感覺 那羅浦頓 Island 它就是一個在夏天的時候 會非常熱門的一個景點 那很多人會去那邊 做一些outdoor的活動 那我們這次是冬天去 人就會比較少 但是在冬天的時候 它就有另外一面 它就是比較安靜一點 然後會被雪覆蓋著 可以看得到很漂亮的雪景 然後海景 山景 這樣子 就是超漂亮 可是很多店 其實在冬天 它們都是沒有開的這樣 然後後來就回到 Lavik 那邊停留 再室區停留一下 補充一些東西之後 我們又到了 阿比斯庫國家公園 那阿比斯庫國家公園 就比較多觀光客啊 很多人去那邊住啊 看極光啊 追極光這樣 然後我們剛好是有遇到好天氣 所以有看到一整片的激光 就是我們從我們住的地方打開窗戶 就是一大片的激光 我們覺得很興奮 對 然後又走到湖邊 又是在一大片的激光 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在那邊住個兩個晚上 然後那邊的house tour也很乾淨 然後我們住的是飯店式的 也非常的乾淨 然後阿比斯庫國家公園啊 除了很多付費的活動可以玩之外 還有一些健行步道啊 免費的健行步道啊 大自然的景觀啊 都很漂亮 都可以去走走 推薦 我很喜歡那個地方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到 Levi滑雪場 就是芬蘭最大的滑雪場 當然那邊是非常大 而且它在山頂上看到的 雪場的景色跟我們在亞洲 或者是在美國 看到的雪場的景色都不一樣 一定會滑到晚上 因為它就是在北極圈內 它的夜晚很長 它就是會滑到晚上那種 特別看到雪怪 在晚上看到雪怪那種感覺 很酷 還有第二個我們去的國家公園 也是雪場 那個雪場 就是比較稍微小了一點 它就是沒有很多的觀光客 它就都是當地人在那邊滑 也是蠻好玩的一個國家公園 如果說你要選三個景點 你最喜歡的景點 你會選哪三個 我覺得 Levi滑雪場 然後 阿比斯庫 然後 Lawferton Island 自然景觀 這三個景點 然後 我覺得最感動的是 我要去聖誕老人村 這個是我從以前小時候的夢想 就是要去聖誕老人村 看真的 看 住在芬蘭的聖誕老人 我覺得你真的看到聖誕老人 你就會覺得 好感動喔 怎麼看到聖誕老人 而且大部分都是大人去 就是大人才需要被療癒啊 對不對 對 小朋友在家裡 看 一般的聖誕老人 就好了 對 Ella看我伴 真的覺得是真的 所以我覺得那一段 你會覺得 有一感動到 你就會覺得 哇聖誕老人 雖然你知道他可能 就是來工作的人 而且我們看到 兩個聖誕老人 不是 我們看到三個 被認證過的聖誕老人 覺得還是很苦 所以真的 那個景點 就真的是圍繞在上半步 我們走的路線上半步 下半步好像真的沒什麼景點 就真的是為了 要這樣繞一圈泳的 如果說真的下次安排的話 我覺得可能會從 羅娃涅米出發 然後直接往Levy 然後再玩到 阿比斯庫 然後再玩去Loft Island 然後直接從Loft Island 那邊 還車 再直接搭飛機到羅威到奧斯洛 這樣子 我也不清楚 對對我也不知道 對 真的很難 我覺得那時候在排行程的時候 真的覺得好難喔 然後我覺得 人生一定要做的事 就是要去聖誕老人 雖然我們在過海關的時候 那個海關就笑我們說 要去聖誕老人村喔 可是大家 要過那個芬蘭海關的時候 一定是都是要去 就每一個觀光客 都是要去聖誕老人村 海關問說你要去哪裡 Santa 對 我要去看Santa 對 對 他都笑了 可是就是真的是 我覺得一定要去 就有一點像是 就是像迪士尼一樣 對 就是像迪士尼 你去到那裡就會覺得很感動 然後什麼東西都想買 可是我們就是 買一些簡單的紀念品這樣而已 好 那最後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幾天呢 在雪地中自駕下來 我的經驗 那其實因為我們都是第一次在雪地自駕 然後 在出發前我也是非常緊張 然後做了非常多功課 然後就算在路上呢 我也是很害怕 就是發生那種打滑 或者是 很多那種突如其來的那種情況 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這邊就整理了幾個 我覺得第一個呢 是跟車的時候呢 不要跟太近 然後還有對向來車的時候 那個雪會很大 那跟車不要跟太近 就是因為 前面的車子呢 他會漸起很大的雪花 如果說今天天氣下雪的話 前面車子會漸起很大的雪花 你根本就看不清楚 前面車子長什麼樣子 雖然 跟著前面車子的路線走呢 他不打滑我就不打滑 但是跟著太近 真的是完全看不到前面車子在哪裡 然後還有一個很可怕的就是 如果說 對向來車呢 是大貨車的話 他一經過我們 那個 他後面的那個雪花 就會把你前面的視線 全部都遮起來 非常可怕 所以 這種時候呢 就一定要小心放慢速度 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呢 是開一陣子的時候呢 就一定要把後面的積雪 清一清 因為 如果說雪真的太大了 你後面積雪 會把你整個車屁股全部都蓋住 你全部都變白色的 你後面的車子 就會完全看不到你 然後第三個 是我覺得打滑是一定會的 輕微的打滑呢 感覺就像是被風吹一樣 那比較嚴重的打滑呢 就是你在重彩油門 或者是重彩煞車的時候呢 就會打滑 但是 我自己的開車習慣 我是不會這樣子 那我覺得要點呢 就是打滑的時候不要緊張 用你的雙手呢 去把方向盤給握好 那你的輪胎呢 就會自動的去 校正 讓它 產生摩擦力 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點呢 就是我們的油門跟煞車呢 就是盡量 輕踩 輕放這樣子 不要重踩 就比較不會有那種 打滑的情況出現 然後再來有一點 我覺得很重要的 就是抓開車的時間 不要抓太緊 就像是我們 有時候導航 然後用Google Maps 導航出來呢 它是顯示說三個小時 但是其實呢 在雪地裡面開車 我們的速度 是開不快的 對 開快也很危險 那 它導航三個小時 我們不可能三個小時到 我們中間一定要休息 然後速度一定不會到 那 或者是我們中間還是要吃飯 所以 不要說 它導航三個小時 我們就去抓三個小時 把時間抓太緊 我們把時間抓寬鬆一點 讓自己的時間寬鬆一點的話 這樣比較不會緊張 而且它導航的時間 可能是 夏天的開車時間 或者是當地人很熟悉路線的開車時間 所以它都可能抓得比較緊一點 然後我們是外地來的 所以又沒有很熟悉雪地開車 就可能需要抓寬一點這樣 然後還有就像是 因為我們第二天 我們第二天的晚上呢 要趕船 船已經訂好票的時間 所以那個時間是卡 卡在那邊的 那如果說抓得很緊的話 如果說今天時間又來不及了 一定會緊張 然後一定會想要開快 那開快的話呢 就會非常危險 所以時間要抓寬鬆一點 那怎麼這樣抓時間 我自己覺得一個比較好的 一個抓的方法呢 就是我們用時速60去算 所以今天我們要開的距離 去除以時速60 就是我們要開的時間 我覺得用60的速度去算 我自己這樣開下來 我覺得平均速度是 時速是80 開順的話呢 頂多是80 也沒有辦法再開更快 所以今天假設我們一天要開300公里 用時速60來算的話呢 就是我們要開5個小時 這樣子會給自己比較多寬鬱的時間 這樣的話 也比較不會有那種緊急的情況發生 然後最後一個呢 我覺得最重要也是最容易忽略的 就是在清車子的時候呢 記得要把輪胎 輪胎裡面的氣溫 那邊裡面的積雪也要清一清 因為沒有清的話久了 或是冷了 它就會結冰 然後結冰之後 很好笑的 那個輪胎呢 就會變成一面光滑的 那就更是你用雪胎就沒有用啊 對不對 它原本是有顆尺狀的 然後結果都變成冰了 對 有一天我就在路上 覺得好像沒有到很多積雪的路上 我覺得還是車子有點滑 我就下去看 我就發現 那個輪胎的紋路裡面呢 都被積雪變成冰塊了這樣 所以那邊的冰一定要清 非常重要 那這就是我雪地開車的分享 希望對 大家有幫助 好 那我們這次北歐的影片 也希望對大家 要去北歐的人有幫助喔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你們有推薦 下一次呢 我們可以去哪裡玩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讓我們知道 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